乌克兰战争迈入地200天 乌方传出捷报 9月至今已经收复3000平方公里湿土 绝大多数位在东北的哈尔科夫州 其中关键后勤枢纽19母 俄军补给散落一地 褪败迹象显露无疑 不过俄方有自己的说法 俄军宣称重新集结的同时 也发动精准攻击 哈尔科夫发电厂烈焰冲天 全境一度没水又没电 欧洲最大核电厂扎波罗热 供电也被影响 电厂大约一周前 对外主要电力线遭炮击损坏 只好用6号反应炉供应内部电力 就算反应炉全数关闭 依旧需要电力维持冷却系统 如今供电再度出现变数 外界对核事故的疑虑恐怕难以消除 大约新闻秋凯文编译